好,那我们来看3.5节圈入尔 那我们以前呢,在单变数的时候呢,我们有看过圈入尔,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多变数的圈入尔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单变数的圈入尔,好不好? 好,那我们呢,之前呢,单变数的时候,我们写说 y等于f of g of x,对不对? 这是圈入尔要处理的问题哦,就是我们的y呢 它是两个函数的合成,两个函数的合成 那如果我现在要求y的维分,那我们最喜欢用的公式是这一个 外面纤维,里面不动,里面抓出来维,对不对? 这是我们最喜欢用的公式哦,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用哦 太长了哦 然后呢,我们呢,曾经讲过,对不对? 曾经讲过,还有另外一个公式,那另外一个公式是什么? 另外一个公式是使用莱布尼之符号来表示的,有没有? 还记得吗? 那个公式我们应该怎么做? 好,我们的写法是这样,我们就令u等于g of x,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y呢,就会等于f of u,有没有? 好,那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y的pline y'是代表y对x做维分 但是你现在仔细看哦,现在y是u的函数,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一步应该是先把y对u做为分 但是你不可以无用不可以除一个底u啊 所以你是要乘一个底u回来,对不对? 然后再除以ds,这是圈入了两个表示方式 这是单变数的哦 好,我们现在要做一样的事情 只是呢,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变数变成是一个多变数函数 这是我们的函数变成L等于f of xy 那我们的圈入额应该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好,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哦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是多变数函数 那我们的圈入额应该长什么样子? 好,有没有了解我们这一集要做什么? 好,来,那我们直接来看哦 好,那我们先看它的D型 好,圈入额的D型 那多变数函数的圈入额就复杂很多了 复杂很多了 我们来看就知道为什么要复杂很多 来,首先告诉你说我们的例呢 它是一个xy,它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我们的例呢,它是一个xy的函数哦 这里我要告诉你说x它是一个D的函数 有没有看到?我又告诉你y是D的函数哦 所以我告诉你说,例是fxy的函数 我又告诉你x是D的函数 y是D的函数 那如果我现在把这个xt带进来 把这个yt带进来 那我的例会变成什么? 对不对?这第一个问题 那我这个例到底会变成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来看个例子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我们搭配例子一来看 好,例子一他告诉你说呢 我们例呢,它是xy的函数 有没有看到?s平方y 对不对? 他又告诉你说x它是一个t的函数 t平方,有没有? 他又告诉你y是一个t的函数 t三方,对不对? 那到底呢? 我们把这个x带进来 把这个y带进来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来看看哦 所以我们的例呢 它是什么? 它是s平方y 好,x平方y 我现在告诉你说x是t平方 所以我们得到的应该是t平方 括号的平方 对不对? 我又告诉你说y是t的三次方 所以变一变 变成t的四次方 乘上t的三次方 所以算出来是t的七次方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我把这个x带进来 把这个y带进来 我现在把这个x带进来 把这个y带进来 我告诉你说x是t平方 y是t三方 我就把它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 例竟然变成t的七次方 注意这里哦 这个是一个单变数函数 有没有? 对不对? 本来我的例它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原来的例呢 它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但是因为我的x是单变数 我的y也是同一个单变数 所以当我带进去之后呢 我的例它会变成是一个单变数函数 有问题 好,这个有问题 OK 好,OK呢 我们再返回去 看我们刚刚那张头影片 所以我们刚刚那张头影片 告诉你说 所以说 如果你例呢 它是xy的函数 x是t的函数 y是t的函数 那我把它全部带进去之后呢 我的例呢 就会变成是t的函数 对不对? 变成只有单变数 好 好 来回到我们刚刚那张头影片 所以告诉你说 这个例呢 带进来之后 这个例带进来之后 它变成是单变数函数 而且它的变数是谁 t 对不对? 本来是双变数的 本来这里的时候是双变数 它是xy 对不对? 双变数 对不对? 然后经过我 x是t的函数 y也是同一个变数p 带进去之后 它变成是一个单变数函数 所以单变数函数呢 所以我的f变成单变数了 变成单变数 我是可以对单变数 对t做尾分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变成要求这个 对t做尾分 因为它对t而言是单变数函数 f对t而言是单变数函数 所以注意这个符号 因为f对t而言是单变数函数 所以我们在写尾分的时候 写d 当我们写partial的时候 是代表是多变数的 所以你看喔 f对x而言 它是一个多变数函数 对不对? 双变数函数 所以要写partial f对y而言 它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所以要写partial 好 先不要看这个式子 我们先看 所以我f可以对t求为分 所以f可以对t求为分 因为它变成是t的函数了 对不对? 它变成是t的函数了 好,先不要管后面这里喔 好,我们先来算算看 刚刚那个f对t求为分怎么算 好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那个画面 所以我们现在呢 f可以对t求为分喔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例 因为现在例是单变数函数 所以可以把例对t求为分 然后求出来是7乘上t的6次方 有没有问题? 好,这应该蛮简单的啦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所以呢,这张头影片告诉你说 所以我的f呢 变成是对f 这个例呢 变成是一个单变数 变成是一个t的函数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f 或者把这个例呢 对t做为分 有问题 对不对? 刚刚看过了喔 好 那现在要告诉你说 那我再提供你第二个方法 刚刚这个方法怎么算 是不是直接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 对t做为分 对不对? 好,我现在要提供你另外一个方法 你不需要把它带进来 不需要把它带进来 我就有办法求出它对t做为分 这个方法就叫做圈入尔 解锁率 好吧 我现在要提供的方法是说 我刚刚的做法是 x等于t平方带进来 y等于t三方带进来 然后再把利对t做为分 这是我刚刚的方法 对呢? 现在我要提供的方法是 我不想把它带进来 我就有办法对t做为分 把利对t做为分 那这个呢叫做全入尔 就是我不要带进去就对了 好,那来看一下怎么做 好,来看一下怎么做 好,我们讲过了 不管你怎么做 有一个公式很重要 应该是这样讲的 这一节不管你怎么做 有一个公式很重要 那个公式就是我们上一节讲的 礼拜五讲的 我们讲的微小量 Differential 或者叫做 Total Differential 全为分 所以你先把那个公式背出来 来 z等于fxy 我就可以得到 我的全为分 就会等于什么? 我的全为分 就会等于 家里给你的钱 partialfo partials 乘上给你几个月 对不对? 加上自己打工赚的钱 partialfo partialy 乘上赚了几个月 有问题 这就是我的全为分 我说过这个要背喔 因为这一节很重要 这一节都用到他 我们现在讲的证明 不是严格的证明 但是用这个 比较简化的证明 可以让你更了解 我们利用这个全为分 我们就有办法求出 DF over the t 就是上面那个公式 好,那我们现在看喔 我们现在呢 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技巧 我们把左边 因为我要求的是这一个 DF over the t 所以我就把左边这个DF 所以我就把左边这个DF 除以底梯 那这个DF除以底梯 这个DX要除以底梯的 这个DY要除以底梯喔 所以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结果 来怎么做喔 好 我们把我们的DF 我们要把它除上一个底梯的 好,除上一个底梯之后呢 前面这个partialf over partials 我们也不动 但是我们这个DX下面就要除上一个底梯喔 加上partialf over partialy 我们这个DY的下面就要除上一个底梯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把DF下面除一个底梯 我们DX下面就要除一个底梯 我也没有要你把X跟Y带进来 没有喔 我要算F对D求微分 怎么算 我先算F对X求偏微分 微完之后再乘上X对D做微分 再加上F对Y的偏微分 乘上Y对D的做微分 所以呢 我并没有要你把XY带进来 来,我们来做题目看看 好吧 等一下再 你先抄好了 抄完再来看 再来做题目 这两个概念你都要会喔 因为去年的商学院考了一题 那一题呢 就是 对不起 就是圈路尔的题目 那两个做法都可以做 那有的同学呢 他很厉害 他一眼就发现很好带 所以他带进去 就像刚刚那个D的七四方 很好带 带进去 那带完之后他直接做微分 答案就马上出来 那有的同学呢 他花了好多时间在做 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做 那他整整一个格子 写的满满的 为什么 因为他用的就是圈路尔 所以要花比较多时间 那你会跟我说 老师那圈路尔花比较多时间 为什么要圈路尔 不一定喔 有些题目呢 你如果直接带进去 所以比较麻烦 后面会看到 所以哪一个比较快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所以你两个方法都要会 你要自己去试试看 你才知道哪个方法比较快 好不好 好 我们往下看题目 好 那我们刚刚圈路尔 有告诉你说 你可以不用带进去 我现在可以不用把它带进来喔 不用把它带进来 我就可以直接做它的微分 不用带进来 我就有办法求这个 delete over delete 我不用带进来 就可以求这个喔 好怎么求 来第一个步骤 我先把全微分 或者叫做微小量 total differential的公式 把它写出来 怎么写 delete 对不对 就会等于 它是一个双变数函数喔 partial l partial s 先因为这边没有f 所以你要用力喔 partial l over partial f 加你给你的钱 乘上给你几个月 加上partial l over partial y 自己打工赚的钱 赚了几个月 对 对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就直接来做 力对x做微分 来看这里 看上面喔 看这个式子喔 力对x做微分 只有x变数 y是常数 对不对 所以微分是2xy 可以吗 等一下我不止喔 所以它的微分是2xy 对不对 好 乘上ds 加上 力对y做微分 y的微分是1 所以剩下s平方 乘上y 没问题 好 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个喔 我要的是要除以什么 我要的是要除以底梯喔 所以两边都给它除以底梯 所以就可以得到体力 over底梯 就会等于2xy 这边要除以底梯喔 dx除以底梯 对不对 加上s平方 这边要除以底梯喔 dy除以底梯 有问题 所以就会等于2xy 乘上 x对 t偏微分 对不起 x对 t偏微分 不是偏微分喔 你注意喔 是低喔 为什么 因为x是单变数函数 x是单变数函数 x是单变数函数 所以前面要写d喔 对不对 好 它对t为分 x对d为分 x是t平方 t平方对d为分 2t 对不对 加上s平方 y对d为分 y在哪里 y在这里喔 t三次方 单变数函数 所以写d喔 单变数 所以写d t对不对 所以它的微分 3t平方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你算完 这个就是答案喔 你不要给它带进去喔 这个就是答案喔 好不好 你不要带进去喔 可以吗 那你说老师 对不对 这跟上面那个7的t六次方 差不多 上面那个7乘以t的六次方 多漂亮 下面怎么变这么丑 2xy乘以2t 加上s平方乘以3t平方 怎么做丑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会不会相等 如果不会相等 等也排算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会不会相等喔 就会等于 t带进来 对不起 x带进来 x是t平方 y是t的三次方 乘以2t的 加上x是t平方 所以t平方的平方 乘上3t平方 这个算一算 3456 6个t 所以这边有4个t的六次方 加上3个t的六次方 所以加起来真的是7个t六次方 你看到 这个是一模一样 但是两个人的不一样的方法是 一个要怎样 要带进去算 一个不用带进去算 可以吗 到底哪一个比较快 不一定 要看题目 好不好 好 整理一下 看什么问题 今天没有讲多少 要把这一节讲完就可以了 不是这一段 这一段讲完大概五天了 没有很多啦很快 而且整节只有一个公式 应该是说最重要公式只有一个 那后面还是有一个要你背 所以应该是整节有两个公式要记 好 那真正要记得 现在真正最重要的是全围分这个公式而已 你只要会全围分这个公式 所以呢 如果你上个礼拜五没有上到课的同学 你回去要复习上个礼拜五的内容 把这个全围分的公式弄懂 为什么它会长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只是出来除去而已 好都插完了 那我往下看好不好 好那我来看这一个 他告诉你说 例是xy的函数 它长得像这样 x是d的函数 它是sin2d y是d的函数 它是cosd 要你去求 例对d做维分 然后d还要再带0 好 回去给你一个作业 好不好 你的作业就是 x带进去 y也给它带进去 然后再对d做维分 好 这是你的作业 好 你回去再带看哦 你会发现带进去之后会不好算哦 好 这是你的作业哦 好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不带进去 我们直接用圈录尔来做 来用圈录尔来做 先写出最重要的公式 对不对 Potodiflential的公式 全维分的公式 微小量的公式 delete就会等于partially over partial s 加你给你的钱 给了你几个月 对不对 加上partially over partial y 自己打工赚的钱 赚了几个月 没问题 好 开始带值哦 就会等于 例对x做维分 y是常数 对不对 s平方的维分 2x y 加上 这边x的维分是1 所以3y的四次方 乘上ds 对不对 就是对x做维分哦 你要做到这么快哦 好 加上对y做维分 第一项对y做维分 y的维分是1 所以剩下s平方 第二项呢 y的四次方的维分 4丢下来 所以432x y三方 乘上dy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现在要求的是什么 我现在要求的是力对 t做维分 所以左边除以底 t 右边要跟着除以底 t 所以就是2x y 加3y的四次方 对不对 左边除以底 t 右边要跟着除以底 t 所以3y的四次方 dx over dt 加上x之方 加上12x y三方 然後dy over dt 好 那我们再把dx over dt 带进来 我算是要跟我讲 2x y加3y的十次方 x对D作维分 x在这里 sine 2D对D作维分 外面纤维 sin的微分cos 里面不动 里面抓出来对D为2 加上x0方加上12倍的xy三方 y对D做微分 y是cos cos对D做微分sine 对不对 复sine 好 但是人家现在不是要这一个 我还要T带0 那还要T带0 T带0怎么办 你说老师T带0就T带0 所以这个T带0这个T带0的 那问题前面还有x跟y 不要忘记哦 x是sine2t 所以T带0的时候x就是0 T带0的时候y就是1 对不对 所以T带0 xy可以先算出来哦 当T带0的时候 xy可以先算出来 好 所以我们签算xy 所以T等于0 T等于0 我们就可以得到 x等于sine2t 那就是sine0 对不对 sine0等于0 y就等于什么 cos0 cos0就等于1 对不对 cos0就等于1 所以我要的delete poverdete 现在要什么 要T带0 T带0 就把x带0 y带1 有没有 x带0 y带1 所以2乘以x带0 y带1 加上3乘以1的四次方 就是1 对不对 乘上2倍的cos1 1带0 所以cos0 好 加上x带0 所以x带0 x带0 所以这一项不用算了 就是0 对不对 所以算一算多少 cos0是1 所以变成5乘以1 那不对 算出来跟我讲哦 这个地方是2乘以0 是0 所以变成3 3乘以1 3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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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算出来跟我讲哦 慢点 这就是缺度了 看它我也很难哦 应该还好吧 这边应该比那个什么急速的收链发散 简单很多 算一算就可以了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要进入到第二行 好 好 那你如果已经超好同学 先看一下第二行的英文 好 第二行的话呢 它是告诉你说 第二行 第二行他告诉你说呢 我的d呢 它是一个xy的函数哦 我又告诉你说 我的x呢 它是uv的函数哦 我的y呢是uv的函数哦 所以d它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xy xy它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x呢 它也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uv哦 y也是一个双变数函数哦 uv这两个双变数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双变数 这个函数 带到x的位置来 把这个uv这个函数 带到y这个位置来 你得到的d呢 它应该仍然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仍然是一个双变数函数哦 来看例子 好 对照下一个例子 好 好来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例子 例子呢 它等于xy 对不对 它是一个双变数函数哦 x跟y 有没有 好 x呢 它也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u加v y也是一个双变数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现在把它带进来看看哦 所以我把例带进来 例就等于x乘以y 就会等于 好 x是u加v 所以带进来 y是什么 u减v带进来 带带 所以得到u平方减掉v平方 所以它仍然是一个什么 仍然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它仍然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只是呢 我们现在的变数变了 本来的变数是xy 但是我把x用uv 这个函数来 uv的函数来取代 我把y用uv的函数来取代 所以我的例呢 变成是一个uv 这两个双变数函数的呢 例变成是uv 这两个双变数函数 还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呢 那我们要求的 它既然是双变数 所以我们的微分 就会有两个 对不对 我们的偏微分就有两个 所以第一个变数做偏微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要算 partially over partial u 对u做微分的话是2u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算 partially over partial v 对v偏微分 对v偏微分变成-2u 所以没那么简单 不是单变数 单变数微分就有一个 现在双变数的话 偏微分就有两个 三个变数的话 偏微分就有三个 所以越多变数呢 它就有越多个偏微分 好 那这个方法呢 我称它称作法一 那法一是什么 法一就是直接带进来求答案 好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们再回到例子一一下 刚刚看到的例子一 上面这个就是法一 法一就是直接带进来求答案 那等一下我们就要介绍法二 那法二是什么 法二就是做完圈路尔 利用圈路尔求答案 叫法二 利用圈路尔求答案叫法二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做法二 法二就是利用圈路尔来求我们要的答案 来求它的答案叫法二 好 好 来没有问题我回到定理这样投影片 OK 好 那我们圈路尔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知道说呢 我们把X等于UV的函数带进来 Y等于UV的函数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这个利呢 它仍然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只是它的变数变成U跟V 可以吗 所以我们在求微分的时候要注意这里 所以我们在求微分的时候呢 就不可以用低哦 要用partial 我们在求微分的时候就要用partial 为什么要用partial 因为对U而言 它只是两个变数的其中一个 有没有 UV只是UV两个变数的其中一个 所以用partial 对V的话呢 也要用partial 对V的话也要用partial 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哦 这个写错我会扣分哦 我会斟酌扣分哦 你如果写成D 代表就变成U是一个单变数 F它是一个单变数 它的变数只有U 这样不对哦 所以你如果写成D 我会斟酌扣分 好吧 好 那这边用partial 那这个partial对不对啊 看一下 这个partial对不对 先看对不对 好 X呢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U只是其中一个变数 对 所以用partial Y前面这个partial对不对啊 来看一下 Y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U只是其中一个 对不对 U只是其中一个 所以partial 所以没有错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怎么来的 一样 最重要公司是这个全维分哦 DF 就会等于 对不对 我们的全维分 Total differential 英雄 尾小量 就会等于partialF over partialS 加里给你的钱 乘上给你几个月 对不对 加上partialF over partialY 自己打工赚的钱 打工了几个月 有问题 一样从这个式子来哦 好 从这个式子来之后呢 我要算partialU怎么办 partialF partialU怎么办 我就两边都除以partialU就好了啊 那你注意哦 这里你要自动改partial 注意这里哦 因为F 你本来是除以partialU的呢 你本来下面是除以partialU哦 但是你注意哦 F对U而言 它是两个变数 对不起 U对F而言 是两个变数的其中一个 所以要自动改partial 那这边要除以partialU 所以上面的D要自动改partial 因为对S而言 U只是其中一个变数 所以你要除以partialU 但是对Y而言 U只是其中一个 所以你要改partial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就可以得到 来两边都除以partialU 那就会等于partialF overpartialS 记得自动改partial partialX partialU 加上记得自动改partial 这本来是Y的嘞 在这边自动要改partial 那错的地方是这里哦 自动要改partial 自动要改partial 好不好 自动要改partial 看你错这里而已哦 好 再来同样的 当然双变数就还有另外一个变数了咧 所以你就可以对partialV的 就会等于partialF partia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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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alV 加上partialF partialY partialY partialV 一样哦 请你自动要改partial 一样哦 很怕你忘记改哦 你没有改或振作扣分哦 但是你以后你如果念到研究所 你会发现很多老师都 全部都写partial 他就没有那么配合了哦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念了好多年了 你要尊重他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刚开始念 所以你要学细一点哦 所以你要知道 什么时候用partial 如果针对这个变数而言 它是单变数 你就用d 如果针对这个变数而言 它变成多变数了 那就要改它秀 好吧 所以基本的原则哦 好 都插完了 让我们往下看哦 来做刚刚那一题 对不对 好 我们用法二来做 来第一步 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权维分要写得出来 偷偷definition 要写得出来哦 来delete delete就會等于partialV over partialS 加你给你的钱 给了你几个月 加上partialV over partialY 自己打工赚的钱 赚了几个月 对不对 所以你看最重要是红色这个式子哦 好 就会等于 来 例对X做为分 例对S做为分的话 剩下Y的line S为分是1 所以Y乘以DS 例对Y做为分剩下X乘以dy 很简单吧 好 但是我现在要的是partialV over partialU 所以自动改partialD自动改partial partialV over partialU 就会等于Y 记得哦 这个D要自动改partial 变成partialS over partialU 对不对 加上X 记得这个D要自动改partial 这里的D要自动改partial 所以partialY over partialU 那就会等于Y X对U做为分1 要看上面哦 X对U做为分1 对不对 只有这个U哦 Y对U做为分也是1 所以加上X乘以1 所以算出来是X加Y 考试答案写这个就好了哦 你的问题应该是 这个X加Y跟上面的2U一样吗 这个X加Y跟这个2U一样吗 对不对 来再再看 X是什么 U加V 加上Y是什么 U-V 消掉消掉 所以 一样 好 那另外一个是partialV over partialV哦 就应该会等于Y乘上partialX over partialV 加上X乘上 加上X乘上partialY over partialV 对不对 好 一样哦 Y乘上X对V做为分在这里 V在这里 X对V做为分1 加上X Y对V做为分-1哦 所以算出来是Y-X 答案写这个就好了哦 那你一样会问我说 老师他这个答案是不是一样 再再看哦 所以就会等于 来 Y是谁 U-V U-V 减掉 X是谁 U加V U-U消掉了 所以算一算 V-V 一样 那你问我说老师 上面比较快 你为什么要用下面 一样哦 等一下我们要看个例子4 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带的好不好 不是很多题目那么容易带 那为什么这题这么容易带 因为我要讲解它的差异 所以我才做了一点很容易带的 这不是课本的例子哦 这是我自己出的例子哦 啊 刚刚那个例子1也不是课本的例子哦 那个是另外一本书的例子 所以这种都是很容易带的 但是你很容易了解 为什么要做圈入了 好不好 好 做完了同学 你试试看例子4 下一个例子 一样哦 作业就是 例子4 你回家你自己直接带 直接带 带进去试试看 就是你的作业 你做完同学先做例子4 好不好 先自己做做看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看答案 对不对 好 有没有没插完了 好 都插完了 那我们直接进入例子4 好 例子4呢 它一样给你一个 例子是XY的双变数函数 可以 然后X是SD的双变数函数 Y是SD的双变数函数 然后再去对X做为分 再去对D做为分 再去对D做为分 你要做过这样的功夫 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要学圈入了 好不好 因为这一题 你会发现就不好带 好 那不好带 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应该就直接用圈入了来做 好 Delete Delete 就会等于家里给你的钱 partial利 over partial s 乘上给了几个月 加上自己打工赚的钱 partial利 over partial y 乘上打工了几个月 对 好来开始带直 例对X偏为分 来X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例对S做为分的时候 Y当常数 有没有 所以后面是常数 所以为分只要为前面就可以了 exponential x 后面的sin y是常数 对不对 不是老师你没有为 exponential x的为分就是exponential x 不要忘记 好 乘上ds加上 好 对Y做为分 对Y做为分 对Y做为分的话 对Y做为分 前面X是常数 对不对 所以只要为后面就可以了 所以一X保留sine的为分是cos 所以cos y乘上d y 这就是我们的total differential 我们的微小量 我们的全为分 好 那他现在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partial利 over partial s 注意 partial 题目 来啦 取巧一点 题目给partial 后面都是partial 好不好 这就取巧一点 你看题目是partial 那就全部用partial 题目如果是D 我全部都用D OK 你再取巧一点 好 partial利 partial s 可以等于expX 乘上sine y 乘上就是partial 所以partial x partial s 加上expX 乘上cos y partial y partial s 就这样 所以把它整开就可以了 expX 乘上sine y x对s做偏微分 在这里 在这里 s的微分是1 所以剩下D平方 加上Dx 等上cos y y y在哪里 y在这里 对s微分 s平方的微分2s 所以是2st 你不要再给它带进来 你说老师 带进来 就全部都变SD了 我也知道 但是你如果带进来 你就失去做圈如何的意义了 对不对 那你干脆就全部带进来 做就好了 所以你在这里 就不要带进来 好不好 那你说老师如果不带进来 我要求 s等于1 t等于2的值怎么办 一样 你就s等于1 1等于2 先求出x 再求出y 然后再整个带进去 这样会比较好 好 那我们还没有另外一个 partial利 over partial t 前面就一样 disponential x sin y 乘上partial x over partial t 加上disponential x 乘以cos y partial y over partial t 都一样 好 就会等于disponential x 乘上sine y x对t做为分 x在这里 对t做为分 2t t平方对t做为分 2t 所以2倍的st 加上disponential x cos y y对t做为分 对t做为分 是1 对t对t做为分 是1 所以乘以s平方 看问题 应该蛮容易 啊 你回去的作业 一样带进去 再去对s为分 再去对t为分 看看呢 结果是不是一样 會是一樣,但是你做起來就會更花時間 而且很容易做錯,你不信回去試試看 一定要試喔 好,再來我們就要看它的一般形 一般形就是呢 你例等於一堆函數了 不是兩個變數不是三個變數 是一堆變數了對不對 所以你超好的同學先往下看 沒有超好的同學 好,大家都超好了 所以我們下來看一般形 一般形呢,它告訴你說 F這個函數呢 它的變數有N個了 S1到S2到SN 你看,N個了對不對 它並沒有告訴你N得多少了 有沒有 然後呢,它告訴你說 這任意的一個X1 是DE到DN的函數 X2也是DE到DN的函數 XN也是DE到DN的函數 你看,這麼複雜了對不對 好,那你就可以把 Partial F對DT 那一個變數做的一根 然後就等於後面這一串 看看就好了 好吧 我們直接來做會比較好 比較容易理解 直接做題目比較容易理解 好,來,我們往下直接做囉 所以看下一個例子 好,下一個例子 你看一下喔 我們這邊呢 我們這邊呢 告訴你說 W呢 它是XYD 四個變數的函數 F是XYD 四個變數的函數 對不對 好,X是UV 這兩個變數的函數 Y是UV 這兩個變數的函數 D是UV 這兩個變數的函數 D是UV 這兩個變數的函數 所以呢 你如果全部都帶進來 全部都帶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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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F 就變成UV 對不對 這兩個變數的函數 所以就可以算 F對U偏為分 F對V偏為分 就變得很奇怪一點喔 好,那直接寫喔 它只是要你把它寫出來而已啦 這種題目不會考 因為它只是要你 write out寫出來 好,那寫出來怎麼寫 第一步一樣是全為分喔 所以一樣用DW Total differential 只是現在是四個變數喔 所以 partial F partial S 加你給你的錢 對不對 乘上給了幾個月 加上第二個變數 partial F partial Y 你自己打工賺了錢 賺了幾個月 好 哇 又多了一個變數怎麼辦 好,沒關係 大三的就要玩股票對不對 所以partial F partial Lee 每個月玩股票 賺多少錢 乘上玩了幾個月 有沒有 就是往下加 好,那多了一個變數T怎麼辦 那這時候呢 你比較lucky 你每天都會減到錢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每天減到錢 減到多少錢 有沒有 我減了幾天 對不對 你就一直往下加就對了 好 就這樣 不難吧 對不對 好 那它現在呢 換成新的變數 只有兩個 U跟V 所以我要求 partial W partial U 為什麼用partial 因為它變成兩個變數其中一個 對不對 就會等於什麼 partial F 或者partial S 這個低自動感 partial 對不對 所以partial AK 是partial U 就這麼簡單 加上 partial F partial Y 他這個低自動改 partial partial Y partial U 加上 partial F 這個低自動改 partial partial U 加上 partial f 或是 partial t 這個 D 自動改 partial partial t partial u 就這樣 好 partial w partial v 就自動全部都除以 partial v 就好了 但是記得 D 要自動改 partial 因為變成兩個變數的其中一個 partial y partial v 加上 partial f partial d partial d partial v 加上 partial f partial d partial d partial v 這樣 夠容易啊 來 所以看了半天 你做了這麼多 好像只要記住一個公式 對不對 叫做 total differential 全微分的公式 微小量的公式 你只要記住這個公式 就可以解所有題目喔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你的符號 如果你是單變數用 D 如果遇到多變數就要用 partial 那你說老師這樣很難找咧 那你就把它改一下 變成這樣 你只要記住 total differential 這個公式 再加上題目給 D 你就用 D 題目給 partial 你就用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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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滑球 有問題 有問題 應該蠻容易的 好 好 如果沒有問題呢 我們先 好 往下看 好 看例子6 例子6呢 例子6呢 例子5呢 它是一個 xy v 的函數 對不對 x呢 它是 rs t 的函數 但是我注意這裡喔 這個 exponential 是函數喔 你不要跟我說老師 它是 rs t t 的函數 不是喔 exponential 是一個函數喔 它是指數函數 y呢 是 rs 平方 exponential 負 d and d呢 它是 rs t r 平方 s sin t 對不對 所以都是 rs t 的函數喔 然後你去求 partial u partial s 然後它告訴你說 r 等於 2 s 等於 1 d 等於 0 那問你 partial u partial s 它的值應該是多少 對不對 好 不管呢 它的題目變數有多少個 不管它題目變數有多少個 反正第一個動作就是求 total differential 底 u 對不對 好 它本來是三個變數 x y d 那就是三個喔 所以就是 partial u partial s 對不對 家裡給你的錢乘以 ds 給了幾個月 加上 partial u partial y 自己打工賺的錢 賺了幾個月 加上 partial u partial d 對不對 然後呢 乘上底力 有沒有 對不對 玩股票賺的錢 賺了幾個月 有沒有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開始代值 對不對 所以呢 u對 x 做微分 u對 x 做微分喔 x 是四次發 所以微分就是誰 4丟下來 所以4x 三次方 y 這裡沒有 x 所以就不要理他 ds 對不對 加上 u對 y 做微分 對 y 做微分 y 的微分是1 所以剩下 x 四次方 y 平方微分是2y 有沒有 然後可能力的三次方乘上y 對 y 加上 u對 y 做微分 前面沒有力 所以不要理他 ds 三次方的微分 三粒平方 對不對 有問題 所以你看喔 你念新聞系也要跟微細分有關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三粒平方 好 好 那再來呢 再來我需要 partial u over partial s 對不對 所以我就兩邊都除以 partial s 所以就可以得到 partial u over partial s 就會等於 4x 的三次方 y 然後呢 記得要自動把 d 改成 partial 所以 partial x 的 partial s 對不對 加上 x 四次方 加上 2y d 的三次方 partial y partial s 有沒有 加上 3y 平方 d 平方 對不對 partial d partial s 對不對 好 所以partial s 就是對 s 做微分 所以就是 4x 三次方 y 好 x 對 s 做微分 在這裡 s 在這裡喔 s 的微分是1 所以就是r乘上 exponential 的 t 次方 加上 x 的四次方 加上2yz 的三次方 y 對 s 做微分 在這裡 s 平方 對不對 所以微分呢 就是2s 所以就2rs exponential 負 t 加上最後一個 3y 平方 d 平方 對不對 partial d partial s d s 在哪裡 在這裡 s 只有一個 它的微分是1 所以剩下 r 平方 sine d 就這麼簡單 ok 好 但是我現在t要代0喔 那我t要代0呢 對不起 我的r要代2 s要代1 t要代0 你要做這個動作 那你要先找出它相對的x y 然後再一起代進去 所以現在要開始代值 第三個部分代值喔 好代值呢 我現在呢 是r等於2 s等於1 t等於0 代值的呢 好 代值的話先找x yd喔 x等於什麼 r s exponential t 對不對 來帶帶看 r帶2 s帶1 t帶0 exponential 0次方是1 所以算出來是2 y等於什麼 rs平方 exponential vd 算一算多少 還是2 z等於什麼 z等於r平方 s sin t 那sin0是0 所以是0 OK x yd是這三個喔 所以我要的答案就出來了 我要partial u forward partial s 注意寫法 寫法要這樣寫 好 一槓下來 r等於2 s等於1 t等於0 要這樣寫 不好意思 後面同學可能麻煩你站起來看一下 好 就會等於 來 所以x帶2 y帶2 z帶0 直接帶好不好 x帶2 4 2的三次方 8 y帶2 對不對 好 r帶多少 r帶2 t帶0 加上x帶2 2的四次方 16 對 加上2乘上y帶2 z帶0 所以就不用帶了 z帶0就不用帶了 但比較好 简潔一點 這樣我開一點 16乘上2 r帶2 s帶1 t帶0 對不對 is potential的0次方是1 is potential的0次方是1 好 最後一項不用寫了 因為最後像這邊有個t t帶0 所以這整個是0 對不對 所以後面那項不用寫了 或者呢 這邊d是0 對不對 所以整項也不用寫了 所以算出來是 來算 84 32 64 128 128 加 算錯的跟我講喔 2的4 64 對不對 算錯嗎 所以192 看問題 蠻容易的喔 不是你拿著 小心一點喔 就不要看錯 好 你也可以嘗試看看喔 把這個rst 把這個x呢 帶進去裡面 把這個x 帶進去 把這個y 帶進去 把這個d 帶進去 帶進去之後整理 整理完之後你把u 對s做為分 回分完之後再帶2 1 0 也可以喔 你試試看 好吧 給你的作業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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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嗎 好嗎 好了 好,有没有没穿完的 都OK了,那往下 好,我们看例子7 好,例子7呢,要你去证明说 这个G呢,SD 好,G它是两个变数函数,SD 然后它会等于F F它是S平方减掉T平方 T平方减掉S平方,你看这么重的 好,它告诉你说呢 F呢,它是可为的 那你去证明 G它会满足这个式子 把G对S偏为分 乘上T 加上把G对T偏为分乘上S 会等于0 很难,对不对 很麻烦,对不对 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 好,那怎么办 你看到这边很丑,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这里很丑 我现在画的这个地方 S平方减T平方 好丑,对不对 那这个很丑,怎么办 好,就先定它等于Xs 那可以吧 那可以 好 然后呢,你说这边很丑呢 T平方减掉S平方 很丑,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先定它等于Y 可以吧 所以我们是把题目改写了 我们把题目改成这样 G 它变成是F XY的函数 你看 然后呢 X是什么 X是S平方减掉T平方 对不对 Y是什么 Y是T平方减掉S平方 你看 把它改写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写了 改写之后呢 就容易做了 改写之后反而容易做很多 非常容易哦 因为改写之后呢 你只要做什么 做全入耳的动作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要Pasio G Pasio S 要Pasio G Pasio D 那我就算算看 Pasio G Pasio S 是谁嘛 我就说要看Pasio G Pasio T是谁嘛 算完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前面乘以D 把这个前面乘以S 相加看会不会是0 会 就正完 好 所以重点在改写的这个步骤哦 你看得懂还是看不懂把它怎么改写 你只要会改写就会做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做了哦 来 我们就求顶G 全微分 微小量 Total Differential 对不对 就等于加里给你的钱 Pasio F Pasio S 乘以D S 加上Pasio F Pasio Y 乘以D 一样全部都从这个式子出发 好 从这个式子出发完之后呢 但是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Pasio G Pasio S 所有两边 人家用Pasio 就用Pasio Pasio G Pasio S 就会等于Pasio F Over Pasio X Pasio X Pasio S 加上Pasio F Pasio Y Pasio Y Pasio S 对不对 什么问题 啊你说老师 你怎么不算算看这个 你怎么不算算看这一项 跟这一项 前面不是都有算吗 你这也怎么不算 会不会告诉你 F的函数长什么样子 没有对不对 所以你给我没办法算 没办法算 我去留这 好 那留着 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这个可以算哦 X对S为分 X在哪里 X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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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跟S的关系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算 X对S做为分 Y在这里 Y跟S的关系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算 Y对S做为分 所以你就会等于Pasio F Pasio X X对S做为分 就是2S的 加上 Pasio F Pasio Y Y对S做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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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Y对S做为分 哦 X-2T 加上Pasio F Pasio Y 这我算不出来 Y对T做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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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得到我要的答案哦 来算给你看 我要的答案是什么 我要的答案是 T乘上Pasio G OVPasio S 加上S乘上Pasio G OVPasio T 对 那就会等于T乘上哪一串 Pasio G Pasio S这一串 Pasio F OVPasio X 乘上2S 加上Pasio F Pasio Y 乘上-2S 加上S乘上哪一块 乘上这一块 Pasio F Pasio X 乘上-2T 加上Pasio F 乘以Pasio Y 乘以2T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变成什么 这个乘在前面来 两配的S Pasio F Pasio X 减掉两倍的S Pasio F Pasio Y 加 对不起 这也是减哦 减掉两倍的S Pasio F Pasio X 加上两倍的S Pasio F Pasio Y 你会发现 刚好一对 这一个 跟这一个 刚好消掉 红色的跟红色的消掉 紫色的跟紫色的消掉 紫色的跟紫色的消掉 所以刚好等于0 正出来了 神奇哦 那会不会很难 所以讲到现在还是只有一个公式哦 就是红色的 就是红色那一个 螢幕上可以看到红色那一个 Poto Differential 全微微小量 DF 等于Pasio F over Pasio S D S 加上Pasio F over Pasio Y 只有这个公式哦 这一支 就需要的话 这一个公式 那些公式 那些公式 都不正在 那些公式 那些公式 都超好,要看下一個例子 下一個例子就麻煩一點 要仔細聽,要聽得懂 但是通常考試不會考那麼懶 用甘心 這個不算難,這個算簡單 下一個才算難 好,來,沒有問題,要做下一個 你自己可以嘗試看看,先做例子8 自己嘗試一下 好,來,例子8 例子8告訴你說呢 例它是一個雙變數函數 xy的函數對不對 然後他告訴你說它是二次可偏倒數的存在 就是可以為兩次 就是你的偏回分可以做兩次的 偏回分可以做兩次 然後他告訴你說呢 x是r平方加s平方 所以你如果帶進去它就變成rs的函數 對 y等於2乘以rs 一樣你帶進去就變成rs的函數喔 第一個比較沒問題 partial d partial r 這個簡單 好,a太簡單了 來,a 馬上兩步就把它寫完 對不對 好,首先第一個動作呢 先寫出它的total differential 全回分對不對 d就會等於partial f partial s 乘上ds 自己打工 家裡給你的錢乘上幾個月 加上自己打工賺的錢 partial r partial y 乘以dy 都一樣喔 沒什麼特別的吧 好,但是呢 我要的是partial r 所以兩邊再除以partial r 對不對 那就可以得到 partial b partial r 就會等於 partial f over partial x partial x over partial r 加上 partial f over partial y partial y over partial r 就會等於 partial f over partial x partial s partial r 所以是2r 這樣 加上 partial f partial Pas.Y,Pas.R,对R做为分,所以是乘以2S 为了等一下第二题好做起见 为了第二题好做起见 这边有一个Pas.F,Pas.X,对不对? 我把它写成这样 F对X偏微分,可以吧? 可以写成这样 好,乘上2R 加上F对Y偏微分乘上2S 这是为了第二题 不然是不用改了 就直接给上面那个答案就好了 好,有点好... 我方也ング当下F对X偏封面 i想要响做 ses? 好的,我会不会连行 好,有点团签 好 第二小题麻烦了 你去把它为两次 它要算什么 它要算 partial r 的平方为两次 它为两次是什么 为两次就是为一次再为一次 所以我就再把它写一下 为两次很简单 就是为一次再为一次 所以大家都还不会写错 这个叫做为两次 这还好吧 好 它这个是什么 来 把第一小题的带进来 所以 partial partial r 第一小题的结果带进来 f 对 x 偏为分乘上 2 r 加上 f 对 y 偏为分乘上 2 x 哇 糟糕了 它变成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 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 你看这里 这里变成两个相乘的微分 这里也是两个相乘的微分 那不就变成前尾后部尾加前部尾后尾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的微分 要用到前尾后部尾加前部尾后尾 这两个的微分 也要用到前尾后部尾加前部尾后尾 其实这个你如果看得出来 对 r 做微分 后面微分是 0 所以只要对前尾就好 所以它竟然会变成下面这个式子 前尾 partial partial r 前面的微分是 partial f sub s partial r 前尾后部尾加上前部尾f对 x 偏微分 后面对 r 做微分 2 对不对 加上前尾 partial fy partial r 对不对 前尾后部尾加上前部尾fy 后面呢 2s 对 r 做微分 0 因为对 r 做微分的时候 s 当常数 好 现在问题来哦 这一项是什么 这一项是什么 来 是我们的问题哦 f 对 x 偏微分 再对 r 做微分 是什么 f 对 y 做微分 再对 r 做微分 是什么 所以你只要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 这一题就没问题了 好 那管它是什么 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新函数 对不对 你管它是什么 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新函数 那它本身是一个 xy 的函数 所以管它是什么 我就先算全微分 df 对 x 做微分 怎么做 是什么 家里给你的钱 %f %s 记得哦 下面要 sub s 乘上 给了几个月 加上%fy %y 自己打工赚的钱 赚了几个月 一样全微分 好 那我两边呢 这边要处理 partial r 所以这边要处理 partial r 所以 partial f sub x partial r 这是一个新函数 对不对 你不要理他哦 你就记得它是一个函数就对了 就会等于 partial f sub s partial s 乘上 partial x partial r 加上 partial f sub y partial y 对不对 然后这边再乘上 partial y partial r 好 来注意这里 听好 这里成重点 听好咯 先听咯 不然你等下回去一定看不懂 好不好 f 对 x 为一分 再对 x 为一分 同意吗 所以这个是 f 对 x 为两次 有没有问题 好 x 对 r 作为一分 一样在这里 所以一样是 2 r 对不对 加上 来再看好这一下 等一下再抄哦 y 对 y fy 对 y 为一次 再对 y 为一次 对 y 为一次 再对 y 为一次 是什么意思 是代表 f 对 y 为两次 有问题 有问题 y 对 r 作为一分 在哪里 在这里 在乘以 2s 好 有时间给你抄 没有问题 回来 抄一下 看得懂哦 不然你回去就不知道 它怎么变成 f double s f double y 就看不懂了 好 那另外一个你应该也会做了啊 对不对 另外一个你会做的同学自己做哦 d fy 先解出它的全微分 你看 partial fy partial s x ds 加上 partial fy 诶 我是不是写错了 对 我写错了 不好意思 注意这里 这个地方是fs 这里我竟然写成f y 看我这里哦 这里也写错了哦 f x 好 所以再看一次哦 我刚刚写错了哦 这是f x 所以这是f x 这是f x 好 不要写错哦 所以这是f x 这也是f x 来 再看这里哦 再听一次 等一下抄 再听一次哦 这代表什么 第一次对s为分 第二次对y为分 第一次对s为分 第二次对y为分 所以它得到的应该是f xy 对不对 在这里写错了 注意一下哦 好 你可以抄了哦 好 那另外一个你应该会写的啦 就partial fy partial y dip y 对不对 然后两边再除以partial r 所以partial fy partial r 就会等于partial fy partial x partial x partial r 好 加上partial fy partial y partial y partial r 好 也要带进去 r对x x对r做为分 是2r 对不对 y对r做为分 y对r做为分 是2s 对不对 好 所以要把它带进去就好了 好 所以这个带进来 再进来 但是注意这里哦 还是再听好了 好吧 你再听一次好不好 再听哦 f对y偏为分 再对s偏为分 f对y偏为分 再对s偏为分 它会变什么 它会变成 f先对y 再对s 好 乘上2 加上 再听哦 f对y再对y 所以是f先对y再对y 所以f double y 是不是 对 所以会变成是f double y 乘2s 所以 好 所以全部带进来就好了 所以我的答案就出来了 我的答案是要求 f double y f double y f double y 把它带进去 带到哪里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哦 好 所以就会等于 怎么这么长啊 好 f对x偏为分 乘以2r 加上 f对x再对y 乘以2s 乘上2r 加上两倍的f对s偏为分 加上 f对y偏为分 不太想整理了哦 所以我不整理哦 y对x偏为分 乘以2r 加上f对y 乘上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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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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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都擦完了嗎? 沒擦完就舉手,我再等你一下 好,沒有人舉手就都擦完了 我往下看 好,接下來我們要講這一節第二個重要的公式 剛剛第一個重要的公式是什麼 全微分,微小量公式寫出來 你要partial,誰就partial,誰就處理誰 但是你要注意,人家用partial就跟著用partial 人家用d就跟著用d,這是剛剛第一個重要公式 從上一堂課開始到我們現在講的都是這個東西 好,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東西應用在解隱含數微分的概念上面 我要去解隱含數微分 什麼叫做隱含數微分? 對,來補充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就是我們上學期學過的例子 好,你找空白地方超,好不好 好,我們上學期學過呢 一開始講隱含數微分的時候 我們講這個例子對不對? s平方加y平方等於25,還記得嗎? 半徑為5的圓 那我們用它來解釋隱含數微分 隱含數微分什麼意思? 我們的圓可以寫成上半圓跟下半圓 所以我們的y可以寫成x的函數 還記得嗎? 我們的y可以寫成s3對不對? 我們可以寫成根號25減掉x平方 但要加正負喔 正的話就是上半圓,負的話就是下半圓 對不對?我們解釋過齁 所以呢,我們說呢 y可以對x做微分,就是求切線斜率 那時候怎麼求? 我可以告訴你隱含數的方法 對x微分對不對? 那這個對x微分,因為y是x的函數 y是x的函數 所以你要外面纖維 裡面不動 裡面的y再抓出來為y' 還記得嗎? 那右邊25的微分是0 所以我們上去做這個喔 好,那做完這個之後呢 你要求的是y' 就會等於負的2x除以2y 所以就會等於負的x除以外 這是我們上學期教你的對不對? 好,那這個定理呢 也是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喔 但是要提供你一個更好的公式 這個公式呢 你以後會更常用 在公數啦 或者在其他領域裡面 你會更常用這個公式喔 會比你剛剛那個還常用的喔 好,這個公式告訴你說 如果你發現你的fxy 它是一個雙變數函數喔 它會等於一個常數c 像這個 fxy如果是s²y² 常數c是25 那這樣不就得到s²加y²等於25嗎?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令fxy等於s²加y² 那你這個式子就是fxy等於25 有沒有 好,如果你知道是這樣 而且你又知道說 y呢 它是隱藏在 它是一個隱含數 對不對? y是x的函數 但它隱藏在你的函數 隱藏在你的方程式裡面 所以就是我們這個式子嘛 對不對? y是x的函數 那你馬上可以得到 你要求y對x做為分就會等於 來,注意順序喔 注意順序喔 順序不要寫錯就對了 好,你看喔就會等於什麼 dy over ds y對x做為分就會等於f少 f對x的偏為分放在分子 f對y的偏為分放在分母 所以你看喔 好,本來y在分子 現在y跑到分母來了 有沒有 你要背對順序喔 好,本來x在分母 你跑到分子去喔 大f對s偏為分 不要忘記 這個公式前面有一個很重要的sine符號 這個負號 這個負號 我把它弄太大了 這個負號要注意喔 這個負號要注意喔 好不好 所以是負的 好,等一下我會推倒 我們先算好不好 我們先算上看 到底對不對 好,先算 等下再推倒 好,像這一題的話呢 它的大f xy就是這一個對不對 所以我就讓大f xy是這一個 沒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 我現在要求的是y為分喔 y為分就是把y對x做為分 這是牛頓的符號 這是萊布尼茲的符號對不對 照上面的公式 要寫對喔 負的大f 分母是x 所以對s 大f 分子是y 所以對y 顛倒 就會等於負的 大f對s做為分 2x 大f對y做為分 2y 得到也是負x 數於y 有沒有 這個比較快喔 這個比較快喔 很神奇喔 對不對 超級神奇喔 這是正名 你先把這個補充例子寫完 那我就來證明 證明只有幾行而已 馬上就喜歡 那為什麼這個公式很重要 因為你不管你的變數有幾個都可以這樣用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看喔 你就算你是三變數的函數fxyd還是可以這樣用 你是四個變數的函數fxydw還是可以這樣用 好嗎 這個應該會考一題 就是 這個定理跟它的例子 跟下一個定理 還有它的例子 應該會出一題 這一組應該會出一題 好來 試試看 好 怎麼證明呢 一樣全為分出發 好不好 好全為分出發 這裡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 df 就會等於 partialf partials 對 家裡給你的錢 乘上給你幾個月 有沒有 好 加上 partialf partialy 自己打工賺的錢 賺了幾個月 有沒有東西 聽見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 接下來要出於誰 問題是接下來出於誰喔 你看這裡 這個y下面除以ds 所以我就想說 y下面要除以ds 那這邊要除以ds 對不對 這邊要除以ds 問題來了喔 你就想說 那這樣對嗎 有道理嗎 對不對 你應該要這樣想吧 好 來想想看到底 這個道理喔 我們現在告訴你說 y其實它是什麼 y其實它是x的函數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把y是x的函數 y等於x多少 你就把它帶進來 那不就全部都變成x的函數了嗎 對不對 這本來前面就是x了 本來前面就是x了 你要告訴我y等於多少x 例如y等於s平方 你帶進來 那不就整理一下 要剩下x對不對 所以當然 這邊可以對s做為分 這邊也可以對s做為分 對不對 好 只是你要變成d囉 有問題 所以你兩邊都除以dx 就會等於partialf over partials dx除以dx 加上partialf partialy dy除以dx 問題是你問我說老師 那這一項是多少 不要忘記f是誰 c 對不對 它是一個常數喔 所以這個等於一個常數除以dx 常數對s做為分多少 0 常數對s做為分0喔 所以這邊是0耶 那這邊是0呢 你看這裡 x對s做為分 x對s做為分多少 1耶 所以竟然可以化解成這樣 f對x偏為分乘以1 加上f對y偏為分 乘上dy除以dx 會等於1項 除過去 你馬上就可以得到 dy over dx 就會等於1項 所以要做一個負的 對不對 除過去 所以fy再分 把它就出來了 不是手衣 看一下poding 應該蠻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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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我們普通已經做過 所以你剛剛那個下面的例子 應該要會做 今天應該講得完 不用擔心 好 好來 我們做下一個例子喔 好 他告訴你說x3加y3加y3加6xy 來 來 注意一下我們剛剛怎麼做喔 我們剛剛做這個 要使用這個公式之前 你要把所有的xy搬到同一邊 有沒有看到 然後常數丟到另外一邊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把所有的xy搬到同一邊喔 所以我們先搬好了 好不好 先搬 所以本來是x3次方加y3次方等6xy 把所有的xy搬到同一邊 你說老師你要搬右邊還是搬左邊 隨便你好不好 算出來答案會一模一樣 不用擔心 你這邊就算加1左右都加1 答案會一模一樣 左右都加3 答案會一模一樣 好不好 好 那搬完之後呢 你就把搬到同一邊的那些xy呢 叫做大fxy的咧 然後叫大fxy 我現在要求的是什麼 我現在要求的是y' y' y'是什麼 就是把y對x做為分 我們剛剛講喔 如果大fy 大fxy是這個式子 y對x做為分就會等於負的 負的什麼 大f 對x做為分 除以大f對y做為分 注意順序喔 當然前提是 前提是這個大fxy等於0 這邊告訴你大fxy等於0 不一定要等於0 大的fxy等於一個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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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這樣做喔 如果你大的fxy沒有等於一個常數 根本沒有這個東西 好不好 好 沒有這個東西喔 好 注意順序 y 分子的跑到分母 注意順序 分母的x 跑到分子 注意順序 就會等於負的 來 好 負的喔 負的 對s偏為分 3x平方 y是常數 對s為分 減6y 對y為分 3y平方 對y為分 減6s 答案 作業請你用之前的方法做 好不好 用之前的方法做 看看答案是不是一樣 一定是 因為這一點我們應該做過 有沒有問題 應該蠻容易的喔 好 沒有問題我再往下看 好 來看 這一個 最後一個 這我不證明好不好 我們不要證 如果你發現大fxy等於c 記得喔 要等於一個固定的常數喔 那這個c 可能是1 可以是2 可以是30變喔 反正等於0 一般我們都會把它弄到等於0 那如果你要等於5也可以 不管 你只要大fxy等於一個常數 那你要求利對s做偏為分 就會等於負的 注意這個負號 好 踏倒 上面放x 下面放d 對不對 對y的話呢 一樣 負的 不管他對誰對不對 負的 顛倒 上面就放y 下面就放d 怎樣 颜倒 超醫力 來試一下題目 像这个 它告诉你说X3次方加Y3次方加Z3次方加上6XYZ 注意这里哦 它题目一定要告诉你等于1等于一个常数 等于0等于1等于随便 反正它一定要等于一个常数才可以这样用 等一个常数的时候呢 那我就令大F 但是呢这个大F现在是三个变数 XYZ 那每个人令出来大F可能不一样哦 但是做出来答应一定会一样好不好 因为你们两个人 每个人令了大F呢 不是差一个常数就差一个负号 要不然就差常数就差负号 没有影响的哦 有的人会喜欢把这个E翻过来 让这边变0 然后这边就-1 那一样答案做出来一样好不好 好 那我要求什么 我要求partialE over partialS 来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这个负的大F颠倒 X跑到上面 大F颠倒 力跑到下面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负的 对X为分3S平方 对X为分6YZ 多加大F颠倒 好D 对X为分 来对X为分 你看3L又跑来了 对 Jun 对X为分 所以加上6XY 对X为分 好容易吧 Fas量E pashり 对Y就会等于负的F颠倒 Y跟力颠倒 对不对 就会等于负的 对Y 对Y的话是什么 注意是这个 你不要给我乱打 对Y的话是3Y平方加上6X力 对不对 对力呢 3力又来了 3力平方加6XY 什么问题 超容易的 所以烤这个等于送你分哦 所以你不要人家送你分你都不拿好不好 这个机会一定烤 烤了一定送你分 好 今天上到这里 差不多 好 那就不点名了 有问题就来前面问 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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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